大家好 歡迎回到嘎不拉嘎 我是嘎嘎 各位會自認為是所謂的宅宅或婦女嗎? 今天要推薦給大家的作品 雖然是講一群宅宅和婦女們的戀愛喜劇 但就算不是宅宅或婦女的觀眾們 也都可以抱著輕鬆愉快的心情看的 藤田老師的阿宅的戀愛太難 因為名稱太長了 後面會直接簡稱為宅戀 這部劇情完全各種發狗粮啦 請各位先準備好你們的墨鏡吧 在影片正式開始前 記得幫我們按下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嘎嘎嘎嘎 感謝你 藤田老師2014年第一次將宅戀投稿到了Q網上 因為內容非常有趣 大受歡迎 很快的2015年就由怡訓社出版的單行本 台灣則是在同年底由東立代理出版 2016年拿下了這本漫畫真厲害 女性部門第一名 截至今年8月底 累積桥梁更是突破了1000萬部 先前出了動畫 今年10月16日 台灣也要上映真人版電影了 各方面都可以看出宅戀的內容實力十分強大 人氣之高 漫畫部分也持續在P網的漫畫部門連載喔 這邊讓我先來簡單介紹一下宅戀的故事大綱吧 我們的女主角陳海是個隱藏自己是超級婦女事實的上班族 剛進新公司上班時在走廊上巧遇了許久不見的親美竹馬洪松 由於陳海和洪松是直到國中前都相處在一起熟到不行的朋友 非常了解對方的本性 她們一個是滿腦子畢業樓的婦女 一個是簡直握著遊戲機出身的重度電玩宅 在一陣寒暄後洪松一句 你現在還有去同人展嗎 直接把陳海的社交面具捅一個大洞啊 重逢後聽著陳海因為自己是婦女的事情曝光後 被男友甩了而一致消稱 面探看似冷酷但其實從小就喜歡陳海的洪松 就列出了同為宅宅能互相理解對方 還能陪打遊戲拿素材 假日可以陪陳海去同人展擺攤之類的超有質條件提議雙方交往 宅男與婦女的戀愛也就從這裡開始了許多有趣的短片故事發展 欸等等你們是不是也覺得這根本是標題詐欺 這樣看來根本戀愛超順利吧 以外表設定條件如果在現實狀況來說 基本上就算是個宅宅或婦女 也不會有戀愛很困難的問題吧 這一定是超多讀者想吐槽的地方 不過劇情中也呈現了多數的宅宅 之所以會覺得戀愛或社交很困難 是因為許多宅宅們的內心特質 比普通人來的先是這一點 雖然宅戀是不無度會戀愛喜劇 內容還是描寫了宅宅在社會上偶爾會無法被人理解 甚至不能接受的挫折 所以在這種理解方式下 我想宅戀確實也從比較有趣的角度 一定程度地表達了對普通人來說 興趣比較特別而難以理解的宅宅們的困擾 宅戀中的角色們各自有著超鮮明的特色 同樣被歸類為宅宅也是細分很多不同種類的 而婦女這種類型雖然是指喜歡BLO的女性 但許多婦女同時也是專業宅宅 像是城海就是既婦又宅 而洪宋和阿光則是專業級的電玩宅 小花則是專精於cosplay 畫上是偷偷喜歡少女漫畫的較輕度宅 小上就是典型的普通人 完全不懂宅宅生態圈跟用語的那種類型 藤田老師說宅戀中的角色 都是以身邊的朋友們當靈感設計的 創作契機也是因為和藤田老師 當時念的專門學校的朋友們聊天 產生了如果宅宅和婦女談戀愛會如何的妄想而誕生 藤田老師在第一集後繼說過 如果出了單心本想畫出這種感覺的作者漫畫 這些細節都可以感覺到 藤田老師長久以來對漫畫的憧憬和熱情 另外藤田老師之前在訪談中被問到了 所謂的宅究竟指的是城海還是洪松 藤田老師則是說 他希望不要在這一點限制讀者 因為城海和洪松對於戀愛這件事情 各自都有著自己的困難點 作者希望讀者能透過故事 慢慢的自己理解其中所想表達的 宅戀主要是以宅宅們戀愛 日常相處過程發生的大小事短篇集結成的故事 也因為角色的性格非常豐富 所以就算是日常戲的內容 搭配上優秀的節奏和恰到好處的吐槽 也會讓人感到津津有味 而且藤田老師的呈現手法真的十分爆笑 雖然有一些梗是要一定程度的宅戀才能理解 但我認為也不會影響普通人看這部漫畫時 會覺得有趣的心情 老師在訪談中還要提到 關於角色的安排 如果以故事進行流暢度為優先考量的話 那就會變得比較無趣了 我想考量鬧仔一點才去創作的作品 肯定是耗費了藤田老師大量的心血 去安排劇情跟對話的 每一集的封底折口 都會有藤田老師留下的一小段話 第一集的內容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藤田老師被問到宅戀是什麼類型的漫畫師 連他自己都很難分類這到底是少女漫畫 還是戀愛漫畫 或是搞笑漫畫 所以都先姑且稱之為 進行一種戀愛格鬥技 等等也太好笑了吧 然後在劇情中 陳海常常因為時間分配的很糟糕 導致明明有提早準備每次同人展樣畫的本子 結果到最後還是進入秀落場模式熬夜趕工 這點完全對應了藤田老師在後繼表現的 趕搞趕到快累死的狀態啊 宅戀總結來說是一部非常能放鬆身心 至於你疲憊靈魂的作品 最近再看一次我真的覺得感觸兩多啊 我國小開始玩線上遊戲 國中開始除了遊戲也開始正式踏入宅圈 沉迷動畫漫畫 然後成為超級婦女 跑紅人戰 玩cos 日本時期可以說是超級宅宅加瘋狂婦女屬性 沒錯 是瘋狂的程度 現在回頭看根本覺得不看回首 也太羞恥了吧 過了這麼多年現在出社會了 每天被工作和現實占據了大部分的時間 可以說是已經沒有多餘的時間 也沒有體力像以前那樣熱愛宅圈的事務了 雖然現下時也會看動畫漫畫 但心情就是和以前完全不一樣 也因此我在看宅戀的時候 心情是很特別的一種狀態 也許是羨慕故事中的陳海和紅松小花那樣 就算成為社會人 還是能保持對興趣的那種熱情 真的會讓我懷念起當年那種為了所愛的作品瘋狂的滋味啊 而且劇情裡描寫許多宅宅的心聲真的也都很寫實 我覺得那種熱情是一種 將自己在現實中不可能完成的夢想 投身在動畫、漫畫、遊戲裡面去實現的感覺 而這種心情一般我們都只能找同好分享 就好像同好語言才能相同一樣 也因此在很多時候 宅宅們其實也會因為自己內心所喜歡的事物 和現實人們社交之間的語言障礙感到困擾啊 總之今天向各位推薦的這部 阿宅的戀愛太難真的是一部超有趣的作品 對宅宅圈沒涉獵的觀眾 可以觀賞了解一下宅圈的生態 而本來就是宅宅的觀眾們一定會覺得非常有共鳴喔 目前除了有漫畫和動畫可以觀賞以外 台灣也預計在10月16日上映真人畫電影了 導演師漫改真人電影優秀出名的浮天胸衣 真是期待會怎麼還原那滿滿的吐槽啊 有興趣的觀眾們可以先看看原作漫畫 然後十月經電影院感受宅宅生態滿滿的熱情喔 那麼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大家在宅宅中有特別喜歡哪一個角色嗎 我個人覺得每個角色都太有特色了都很吸引我 不過單看外型的話果然還是紅森的麵攤眼睛最棒了 眼鏡屬性太讚讚了 如果各位未來有想看我們做什麼類型的作品 或是想推薦的漫畫 也歡迎在留言分享你的感想和口袋名單給我們參考喔 最後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還有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裡是嘎嘎嘎嘎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眼鏡屬性太讚讚 那麼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了